如东爱通的市民热线服务 化物中心同时禁用身心障碍者担任化物人员 并且特别规划身障朋友的工作环境 不仅增加了身心障碍者的就业机会 也让他们在工作中获得了尊严与成就感 因应景气低迷 暖冬计划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更温暖了许多市民的心 包含环境清洁、空地绿美化及社会服务等工作 不仅增加民众的就业机会 也让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为了重视民众的健康与权益 高雄市首创台湾制造产品专区 挑选台湾制造的优良食品 由市政府授予认证标章 让民众在消费时能多一份信心与保障 并同时促进经济发展 为了创造邻里生活的幸福感 高雄市贴心规划的幸福邻里计划 就是希望从每一个邻里做起 透过幼儿的临时托育 学童的课后照顾 老人照顾关怀据点的设立 和社区安全维护等措施 共同缔造幸福高雄的生活环境 高雄市的交通 海陆空运四通八达 海港和国际机场更是通往世界的门户 高雄捷运红线和局线正式通车 十字路网的捷运 开启城市交通的新纪元 让民众便捷地来往城市各地 轻松自在地活动 充满各种海洋风格的捷运车站 和公共艺术设计 也成为高雄市的新风貌和新地标 未来高雄市的交通 将以高雄捷运为骨干 结合高铁 台铁 轻轨捷运 公车路网 蓝色水路 构成绵密的交通路网 带动经济向上提升 让高雄人的生活更便捷 更丰富 更充满活力 为了营造绿色友善的交通环境 高雄市首创全台第一的都会自行车道系统 这个系统包括七大自行车道系统 范围涵盖高雄都会精华区 和各个重要观光景点 全长超过150公里 民众还可以免费地 携带折叠式单车 上捷运 公车 与渡轮 自由的穿梭在城市各地 未来自行车道路线的规划建设 将会持续地进行 并且建置自行车租赁站 提供公共自行车 让民众租赁骑程 在高雄 骑上单车 越风而行 感受城市的热情与友善 是一首又一首愉快的练习曲 高雄是台湾最重要的工业重镇 为了提升产业竞争力 目前高雄市 正积极地推动多项产业升级 与转型计划 例如 大力推动海洋休闲产业 希望透过游艇制造 和观光等相关产业的整合 让海洋休闲产业 更蓬勃发展 透过都市开发计划 而转型的多功能经贸园区 将成为带动产业转型的火车头 高雄软体科技园区的设立 更吸引鸿海集团 等多家大型厂商的进驻 未来 这里将成为高产值的数位内容园区 积极筹设新建的流行音乐中心 更是能够带动整体流行文化产业 成为南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中心 高雄市在过去的工业基础上 累积了丰沛的能量 未来更将透过观光 数位内容 文化创意等产业 开创出一条永续发展的幸福大道 2009市运7月16日至26日 将在高雄精彩登场 这是台湾第一次举办国际大型综合性运动赛事 多达31项的竞赛项目 将在高雄市新建的各个运动场馆展开竞赛 其中的竞赛主场地市运主场馆 由日本知名的建筑师伊东风雄设计 是全世界第一座使用太阳能的绿建筑运动场馆 也将成为一座国家级的运动园区 市运会除了提升高雄在国际舞台上的能见度 更将带动市民的体育休闲文化 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运动城市 高雄是以三生有幸 永续高雄 做我们施政的方向 我们希望能够开创一个生活生态生产的永续的城市 我们并且是以随意力 作为我们公共建设天然的一个资本 用健康跟环保的交通系统 作为我们一个发展未来的着想 希望用人文 科技 城市的美学 和生态的环境 作为我们核心价值 让幸福向前迈见 让高雄走出更好的一百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